CIA虽然已经大幅度落后了 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自信啊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那么周四啦 周一啊 CIA现在都不来了呀 就周四在 所以呢我们周四的节目呢 当然不能错过 来看看今天CIA的发挥如何呀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牵口加二位 Matt A勾不同色 先手加注到了140 夜店老板Nikos就勾跟住 装卫bart 三四黑桃也跟了下来 翻前似乎没有人再加注了 这是一个六人的底池 翻牌 K82两张红桃 没人有K 那么中八的呢 目前牌力领先 Flop上并没有人敢站出来下注 而turn上的一张方块9呢 这给了Jerry一个后门的花顺双抽 牌力也是大幅度提升啊 而Johnny呢也拿到八九两对 八九两对打出360刀 他在做价值下注啊 中九的Nikos跟了下来 Jerry当然不用说啊 这么强的牌 这么强的牌 合牌 好巧不巧 一张草花五 Jerry中顺 一条非常隐蔽的顺子 八九两对又怎会错过 从K身上拿价值的机会啊 下注半池 估计是要看到一个差不多三千刀的夹注了 Jerry打了四千啊 就你脸上的表情有点无奈 他觉得自己的牌啊 可能是差了点 但是真的for不掉 主要牌面两张红桃两张方块啊 牌手很有可能去做一个破产bluff 这手牌 输得也算不冤 来看这一手牌 Nikos枪口位 A勾起的open啊 被Bearjo用一手五九方块推了回来 这是一个三人池 1460刀的破 翻牌A57两张黑桃 这 这是什么诡异的打法 底持一千啊 Nikos中Ace直接推楼印 坏了坏了坏了 Bearjo这一对五并没有着急盖牌 他以为对手在唱空城记啊 以为老诸葛亮呢 手里是两张黑桃啊 快跟吧 跟下来呢 咱发两次好吧 不得不说 感觉Nikos要给Bearjo坑了 这么运营顶多Ace的确实很少见啊 Flop上直接推出一个四倍的超值啊 骗对手来抓 啊 啊 惨了 发两次牌 发两次牌 别说只有两成的胜算啊 他需要一张五或者一张九呢 来反超啊 来看结果 10 合牌 一张黑桃6 实际上 实际我觉得Nikos别亮牌啊 应该会更好玩一点 第二次 完了 没了 七张奥斯能发出来吗 没有 那么 恭喜Nikos就这么拿到了一个double啊 幸福来的是真的有点突然 你说Nikos起手如果打上个一千的话 Bearjo似乎真的是跟不动啊 但是一打上四千呢 对手就开始浮想连篇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CIA拿到一手AK Suity 这是被Alex用一对狗给推了回来 CIA应该是在考虑要去做一个四败啊 2100刀 三倍多的话 这给到Alex非常足的压力啊 基本上他只能盼着CIA是一手AK 对上更大的对子啊 勾勾都很难打 还在犹豫 今天CIA并没把头发扎起来啊 散着头发呢 更美 而Alex想了想最终还是跟了下来 好 现在要看荷官了 翻牌246两张黑桃 对于CIA完全没有帮助啊 CIA直接喊出欧运 Alex想都没想就接了下来 这手牌Alex运气不错啊 两次发牌 CIA虽然已经大幅度落后了 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自信啊 现在轮到Alex笑不出来了 第一次发牌他已经输了 一张勾那结束了 这样的话平分了 这个结果对于CIA来讲 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啊 同时也给敢于冒险的Alex点个赞啊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啊 AlexA7红桃 先手起了open 被Matt用一对Ace推回来 一对Ace仅仅加注到了600 Bart口袋9跟起来好像真是没什么压力啊 A7红桃的话同样也跟得动 不得不说这一对Ace打的 真是不着急啊 哎呀 翻牌一张9 让Bart直接起飞啊 1,900的坡 Matt翻后下注 1,200刀 看看Bart怎么来应对啊 是跟住呢 还是不演了 不走流程了 直接上 直接O-in吗 我还说打个什么2,000 3,000差不多了 千人直接推了 关键面对这个O-in Matt真的是盖不掉啊 牌面有两张黑桃 鬼知道对手是不是用一手黑桃牌在bluff自己啊 这可在Ace的噩梦啊 第一次发牌圈K 那么还是Size就赢 第二次发牌 一张Ace可以救Matt一条命啊 合牌一张三 这样的话 先恭喜Bart赢下一个17,800刀的底持啊 爽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Nick Vertucci HIGHJAY WAY的A10草花 先手加注到了540刀 最终留下了4个人呢 目前牌里领先的呢 是有Ace的Matt 翻牌378两张草花 这是一个战斗面了呀 A花听牌 K花听牌都在 Nick翻后继续打 这大概是个1200刀啊 还是1500刀啊 1200刀 比如这 哇 哇 这可不是个好的选择啊 不过今天晚上拿着什么Side3Side7这样的牌啊 推出OIN也是见过几回了 他希望自己的对手可以知难而退 而Nick如果真的跟下来的话 Bart赢又是一个九死一生的牌啊 这枪打得非常的重 最终说服Nick老板跟住的可能啊 那就是想着对手是一手圈花或者K花听牌 竟然说自己手里一对漆啊 说自己一对漆 大概率是没有一对漆的 这至少让Nick老板的跟住啊 可能性又高了一点 最终Nick Vertucci选择了跟住 这是Bart赢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啊 Oh my god 看到对手的牌 Bart赢就无奈的点了点头 知道自己已经将狼裁进了 好 那么两次发牌 来看看结果如何 蹬上一张草花 直接给K4判了死刑 第二次发牌 有K吗 有4吗 都没有 恭喜Nick老板 凭借着一手A花听牌 赢下一个大地吃啊 接着往下看 平平无奇的一手牌啊 翻前140刀的夹注 翻牌A69 Johnny在后卫拿到A6两对 比如这和Nicos全部都是一对9啊 一对9下注200 A6跟住 另外一对9跟住 天呐 这张转牌啊 让Nicos拿到9勾两对 在这个不算太潮的牌面 Nicos很难堵自己落后啊 Johnny这边打出一个满池啊 他是想在这儿把底池给收下来 没想到对手竟然跟了 合牌 Nicos还敢站出来主动拿价值 不加注吗 Johnny 想一想啊 打个什么2500到3000应该是没问题的 当然啊 跟住也可以啊 稳一点的话 这牌 最多也就能算输给9吧 什么一个A圈这样的牌 翻前应该会去做三败什么的 怎么看 只要你应该都要开上一枪啊 打个至少也得2200刀吧 怎么会想着Johnny去盖牌呢 盖牌肯定是不能盖牌的 一千刀怎么着也跟得动 Johnny老板说 其实我应该是要加注的 但是算了吧 我放你一码啊 我的两对应该比你的好 他读得很准啊 他觉得Nicos啊 他上跟得动 合牌还能打 最差也是两对的牌力啊 不死心的Johnny 还在问对手 如果我推出欧印 你会跟吗 Nicos表示 我还是比较学一圈的 我不打算跟啊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